2017年第二系列总基查司报告今天提成国会 报告提出了298项建议 加强和改善各个政府单位 当中有173项涉及了政府部门、局、机构和公司的管理 那最叫人压抑的是 有两家公司获得了前朝财政部豁免不需要缴付消费税 但是又允许他们申领消费净项税的退款 两家公司总共领取了超过9亿令吉 备受瞩目的2017年第二系列总基查报告出炉 298项建议中83项涉及中央政府、局和机构 42项涉及联邦政府企业和机构管理 173项涉及部门、局、机构和州政府企业 总基查司丹斯里·马蒂娜指出 中央政府层面总基查署共进行16项绩效审计和8项公司管理审计 同时对联邦法定机构、基金、信托账户以及其他机构的 2017年财务报告进行148次审计 当中110个财报无需承介、17个无需承介 但需要关注特定事项、6个需要承介 还有两个列为有矛盾和不受承认 而朝圣基金局、内陆税收局、几级联邦土地发展局都被列入无需承介 但需要注意事项的阻别 另外,报告也列出19个联邦局的财务管理表现 当中两个获得卓业水平 10个良好、5个满意 几级两个不满意 报告也指出 前朝财政部豁免两家公司缴付消费税 却批准他们申领消费税退款 这两家公司提交35项申请 分别涉及2亿9,591万令吉和6亿2,950万令吉 另外,雇员空基金局、国家银行和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的投资资产总额 是所有部门最高达到13亿6千令吉 占了整体92.6% 23个部门下的114个联邦机构收入 也从前年的1055亿4千万令吉增加17.8% 达到1243亿6千万令吉 当中又以隶属财政部的联邦机构最多 达到784亿4千7百万令吉 毁随的是高教部、首相署和乡区发展部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